日前美国独立调查记者诺顿 引用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公布的数据指出 1798年到2022年 美国在海外发动了469次军事干预行为 仅冷战结束后 至今的短短30多年间就发动了251次 数量远超冷战结束前190多年间的总和 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我们注意到相关的报道 美方一再声称尊重和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然而美国国会公布的这些数据 充分体现了美国规则的好战本性和霸权底色 美国240多年的历史上 只有16年没有打过仗 随着冷战结束 外界预计美国会减少其海外军事行动 但事实却正好相反 美国在冷战后发动的军事干预行动 频率是此前的7倍多 所有这些数字都还是保守的估计 并不包括美国的特别行动和秘密行动等 莫顿的报道还指出 美国的军事干预行动的目标 涉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 其中包括拉东美洲几乎所有国家 以及非洲大陆的大部分国家 美方经常做的 不是空谈所谓的规则和秩序 更不是攻击指责抹黑别国 而是切实反省并纠正 自身四处对外发动战争 肆意干涉别国内政的错误行进 不要再充当全球最大的战争制造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